第六十五集,我,卫英,你别出去了好不好,陪我,没让人有犹豫的机会,蓝旺鸡积极表达了自己渴求,语气充满了渴望和不安,卫英大眼睛闪过疑惑,蓝湛,怎么了?怎么今天像个小孩似的,他小时候生病还坚强得很呢? 吃药也干脆,不像他,扭扭捏捏,一颗药拿在手上半天都不愿意放进嘴里,若不是念在他生病的份上,自家亲妈早就把他打得屁股开花,卫英,我想你陪,这一天,好不好? 很好,像是怕人不同意,蓝旺鸡又再次重复哀求了一次,宽厚的手掌扣住人的手腕,抓得牢牢的,仿佛怕他跑掉了一般,卫英低头纠结了一会,医生的话游在耳边,越早手术对你身体的伤害越小,而且时间长了,宝宝若是成型了,你的心会更难受,手术时间不好约,今天不去,又要推迟一个星期了。 蓝湛,我今天不上班,但是我有事情要出去一下,很快就回来的,你等我好不好,我回来就不出去了,陪你,明天也陪,嗯,文言,蓝旺鸡握着人的手瞬间就松开了,眼底有着很多卫英看不懂的情绪,不只是简单的不开心,倒像是失去了全世界的绝望和痛楚。 卫英的心咯噔了一下,蓝旺鸡的异常,让他心里慌了一下,蓝湛,不会知道了吧,卫英不想告诉他,也不想告诉家里人,就是不想他们跟着伤心和担心。 而且一旦真相打白了,生孩子这时就会被两位妈妈提上日程,他真的不想再生了,至少短期内不要,他希望自己在事业上也能大放一彩,他想打破所有人关于Omega就应该待在家里。 照顾老公,照顾孩子这种针灸的观念,他不想依附别人,他想做个强大的Omega,而目前,在他的眼里,事业是最能证明自己价值的。 卫英的目光在蓝旺鸡的脸上时时了片刻,他不确定蓝旺鸡是不是发现了什么,但是他如果不挑明,自己主动说,万一他根本不知道呢,岂不是自我暴露了? 卫英想了想,还是决定不说,蓝湛,你发烧捂着被子睡一觉,睡醒我就回来了,好不好?我答应你,事情一办完就马上回来。 两久后,对方才滴滴问了一句,卫英,这……是,就非处理不可吗?处理二次说出口,寡心般的痛,蓝旺鸡死死扣住床颜,才忍住那声质问没有脱口而出,卫英,那是我们的宝宝, 你就不能仁慈一点吗?你的心,什么时候这么硬了?小时候的你看见路边受伤的野猫都会难过,现在,你变了。 卫英低头,脸去眼底泛起的泪光,蓝旺鸡只看见那扑闪的睫毛轻轻颤动着,像两只黑色的小蝴蝶,过了好久好久,那颗低垂着的黑色头颅,轻轻地点了点。 那天,卫英在医院门口接到了聂怀桑的电话,电话那头的声音撞似随意,实际很是焦急,开口就问他在哪儿。 卫英心里乱糟糟的,根本没想那么多,随口便报了医院的地址给他,不到十分钟的时间,那人急匆匆跑了进来,聂怀桑画到嘴边的一通说词,在对上那双湿漉漉通红的大眼睛后,咽了回去。 半个小时前,自家清歌把他从被窝里揪起来,说了一番奇奇怪怪的话,什么魏无羡去医院了,你去医院找他,照顾他一下,还有什么不要说是怎么知道的之类的。 聂怀桑听着一头猛,但魏无羡有事,他面目必定是万死不辞,脸都没来得极细,换了衣服就出门了,满腹的疑问在看到魏无羡手上的单字,什么都明白了。 魏兄,你,是不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呀?魏无羡有多疼爱女儿,别人不知道,他面怀桑最清楚不过,他嘴上会说孩子多麻烦多麻烦,还劝他以后生孩子要慎重。 可是一说到周周,那满眼的父爱,就像谢红一般涌了出来,骨子里,他对自己的骨肉,是没有条件的爱。 所以,他铁定不是那种,随随便便就打掉自己亲生孩子的人。 一定是孩子有什么问题,他不得已才做出这个决定。 魏英没有说话,只是一个劲的掉泪,聂怀桑拍了拍他的肩膀,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,也许魏无羡真正需要坐在这里,陪着他的人不是自己,而是那个人。 可是,有时候他也挺被魏无羡的倔弃道,明明可以依赖别人,非要把自己弄得孤行指引的,自己辛苦,爱他的人看着也心疼难受。 不过,不管是生活还是婚姻,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各种感受。 旁人能给到的都是大道理,道理与感受之间隔着条银河系呢。 所以,他也不想讲道理了,陪着人就好。 手术很快,聂怀桑也就是晃了一下身的功夫,人就出来了,魏英捂着肚子,脸色有些惨白。 聂怀桑进一步上前,把人扶到椅子上坐好,魏兄怎么样?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,要不住院? 没事的,休息一下就好。 说完后,魏英就倚着墙壁,闭上了眼睛。 其实,手术不痛,他只是心里难受,所以肚子就跟着抽搐着痛了。 魏兄,有些话虽然不中听,但我还是想说,我觉得蓝忘记他是爱你的,不管你做什么决定,他都会支持你,可是你要是瞒着他或者什么的,万一他误会了呢? 岂不是影响你们的感情? 聂怀桑叙续叨叨的,直到他看见了某人眼角那滴泪,才堪堪住了嘴。 魏英在医院休息了半个小时,就说要回去了。 聂怀桑怕他饿了,要带他去吃饭,他说等不及了,要回家。 什么事情这么急? 聂怀桑虽然疑惑,但也不过问了,开车把人送了回去,在蓝家别墅门口魏武县就下车了。 聂怀桑看着他走进蓝家,这才掉头离开了。 离开前,他还打了电话给自家亲哥,向人汇报他已经安全把人送回家了。